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女人的闺蜜来家借助 丈夫每晚溜进她的房间 她躲门偷听夸丈夫真棒 我叫白雪 今年30岁 我和老公结婚有两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两个一直都没有要孩子 其实不是不想要 而是老公跟我都认为等有钱再要孩子 也不迟 再加上老公说不管有没有孩子 都不会阻碍到我们之间的婚姻 毕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其实我和老公是经过我闺蜜介绍的 当时老公先追的闺蜜 但是被闺蜜拒绝了 因为那时候闺蜜长得特别漂亮 追她的人也很多 而且当时闺蜜也有了男朋友 所以就拒绝了老公 后来闺蜜和老公成了好朋友 当时我还单身 所以闺蜜就把她介绍给了我 第一次见到老公的时候 我觉得他人长得特别帅 而且还很绅士 闺蜜不停地跟我说 老公这个人特别好 还鼓励我去追她 在闺蜜的帮助下 我成功地追到了老公 当时跟她表白的时候 心里还紧张地冒汗 但没想到她却答应跟我在一起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还算不错 和普通情侣一样牵手逛街 虽然没有太多甜言蜜语 但是我就觉得很幸福 而且跟她在一起 没到一个星期 我们两个就发生了关系 最后我们两个就搬到了一起住 老公是在一家外企单位上班 而我是在房地产做销售 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上班 但是她还是挺照顾我的 每天上班下班都会接送我 我们下班的时候 也会一起买菜回去做饭 其实我们两个并没有办婚礼 只是领了证而已 因为我和老公都想等有点钱了 再办一场风光的婚礼 就这样我们两个生活 不嫌不淡地过了两年 但是却因为闺蜜的到来 而改变了我的生活 闺蜜来找到我的时候 她哭着跟我说 她和男朋友分手了 分手的原因是 闺蜜出轨被她男朋友发现而分的手 虽然闺蜜出轨不对 但我还是非常力挺闺蜜 还让她暂时在我们家住 毕竟我们家是二房一厅 所以还有一间空房 就让闺蜜暂时住了下来 为了照顾好闺蜜的情绪 我和老公还给闺蜜 做了好吃的饭菜 由于我上班每天要跑 又比较忙 所以我就让老公给闺蜜做早餐 还给闺蜜做晚餐 有时候还让老公 陪闺蜜出去买生活用品 因为大家曾经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所以我也特别信任他们 老公平常有个习惯 就是半夜起来会上厕所很久 因为她习惯一边登厕所 一边抽烟 她怕在房间抽烟熏到我 所以都是在厕所里面抽的 但是最近自从闺蜜来了之后 她半夜起来出去的时间 变得更久了 起初我也没在意 毕竟每天工作我很累 一翻身我就睡着了 而第二天又要早起上班 所以我根本顾不上 老公半夜起来去做了什么事 昨天晚上我又发现老公出去厕所迟迟不见回来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刚好我也想上厕所 但是发现老公却不在厕所 我看了一眼阳台 发现老公也不在阳台 最后我居然怀疑老公会在闺蜜的房间 就偷偷趴在房间外面偷听 不听还好一听吓一跳 我居然听到老公和闺蜜 在房间里面细细碎碎的叫声 我听到闺蜜轻声细语地说着 我们这样 等下被你老婆发现怎么办 这时候老公说 没事 她晚上睡得沉 不会知道的 我一直都爱着你 每天抱着我老婆都想着你 现在让我如愿以偿 我又怎么舍得放开你 就想跟你时时刻刻粘在一起 听到这些话 我简直如遭雷击 我根本不敢相信 他们两个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气冲冲地一脚 把门给踹开 看着这两个背叛我的人 我声嘶力竭地指着老公说 你真棒 你们两个真的太棒了 这么明目张胆 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 我除了夸你们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从头到尾 我就是个傻子 我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我亮亮呛呛跑出了房门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不知道该去哪里 外面冰冷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 这两个我如此信任的人 居然做出背叛我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他们两个实在是太棒了 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的词语来形容 你们说是我活该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